这个时候θ2是等于2分之π 我们看这一点 这一点的磁场 这个p点在这里 就正好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在这一点的话 那时候θ2是90度 如果它在这一边的话 那是大于2分之π 而且在外面还有一个特点 magnetization等于0 因为在外面没有东西让你磁化 磁磅的外面 没有东西磁化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看 BQ prime 它跟BQ是一样的 它是等于负的 2 因为它不牵涉到magnetization 它直接可以从那个地方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的话 这一点跟这一点 位置几乎是一样嘛 就是说 你在内侧有magnetization 在外侧没有magnetization 而B场不牵涉到magnetization 就是说B场就是B场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大于0 因为cos1 负的 负负得正 所以 我们说 BQ prime h prime 和magnetization 同方向 或者方向相同 那么 h prime h q prime 它是等于 它是等于 h prime h prime 它现在是mul 0 bq prime 本来要减m 对不对 本来要减m 现在这个是0了 0啊 所以 它就等于 mul 0 bq prime 那h prime h q prime 跟bq prime 同方向嘛 所以 这个地方 我们就说 m pq prime 应该写到这一边 可以 所以 h prime prime 与 bq prime 方向相同 方向相同 我们要先写m 与m的方向相同 最后再来讲这个 所以 所以 bq prime 与h q prime prime 在外面这一点 方向相同 所以 在磁棒里头 b 场 跟h 场 方向相反 在外头呢 b 场 跟h 场 方向相同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磁力线画出来看看 磁力线画出来看看 所以我们说这个 均匀磁画 磁铁棒 什么 b怎么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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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是负的 不是这个 这个m 它跟外面没有关系 它m它本来就 我们是从这个地方导出来的 从这个地方导出来的 这个地方导出来 这是磁点棒本身的 magnetization 是吗 你在外面没有m 这个m跟这个m不一样 就是说 这个起初是 起初导出来的 本来就有m ok 然后这个q呢 是等于 这个减掉 magnetization 现在介质的 magnetization 这个是外面的 ok 是这样子的 什么 h 场不连续 b连续 什么 一个怎么 bq 这两个是 b prompt是连续 是相等的 相等的 我们从这里 得出来是相等的 bq prompt是一个相等的 这两个东西相等的 相等的东西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 均匀词画 我写到这里好了 所以 均匀 词画 是圆柱 磁磅 磁磅 h 的立线 与 b 场的立线 如下图 所示 如下图 所示 ok 我现在把它画出来 这个很有意思 画到这里 假定这个是磁磅 磁磅 这个是当中的肘 ok 当中的肘 我们现在 看这个 b 场 b 场是连续的 b 场我们用这个 红色的好了 b 场 b 场 画这样子 magnetization 朝这边 对不对 所以b 场呢 我是不是画的跟它相反 我看假设 看看假设 看看假设 有没有跟它相反 magnetization 应该没有相反 应该没有相反 磁力线 我们用红色的 好 Magnetic朝这一边,所以这个B厂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一边。 这可以回来,这也是绕一圈回来,是一个continuous。 然后H厂呢,不要讲话了。 H厂在外面,方向相同,当然它的大小不一样。 外面是相同,我们可以这样子画。 我们画这个H,我就画在这里好了。 我会画在那一边,画那一边去。 画那一边去。 它是这样子。 外面是这样子。 里头呢,方向相反。 我们没有仔细算,我们就H厂。 我们说这个,这是H。 这个是B厂。 那这个,是这样子H。 那这个地方的H呢,是相反。 这里H,又是相同。 那这个地方的H,这个是这样子。 这个地方还是一样。 这个地方外面都是相同。 里头H厂。 里头H厂。 里头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看B厂是连续的。 B厂是一个连续的。 H厂呢,在两端不连续。 那这个就好像是什么? 好像是这个地方啊。 有磁银。 有magnetic charge。 好像我们正负电一样。 正电银,它的电力线不是向外吗? 对不对? 向外。 这里有正的磁银。 这里有负磁银。 所以H厂都是往这边。 这边呢,有正的磁银。 所以它是朝外面发散的。 那么这个是H厂跟B厂。 它的不同。 在我们看的一个永久的磁银棒, 会有这个现象。 好,我们再看一个立体。 再看一个立体。 那现在我们看一个。 的。 的。 。 OK 谢谢观看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頭上面盤内及盤外的B層及H層 我們現在把這個圖畫在這裡 它是一個薄的圓盤 薄的圓盤 我們注明一下 R 遠大於T 我畫厚一點才比較容易看出來 因為它是很薄的 這是軸 這個是R 然後呢 這個厚度 我們看這個厚度好了 這個厚度是T 它現在均勻的磁化 Magnetization 是朝這一邊 均勻磁化 這個是Magnetization Magnetization 這個東西被磁化了 它會有磁場 有磁場B 然後呢 因為有B層 所以它會有H層 裡頭會有H 裡外都有H層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看 像這一類的問題 我們要求B層跟H層 當然要先把它的電流密度求出來 我們先來解 我們說JB JB等於什麼 Curl Magnetization 等於0 因為這個是Constant 還是0 那麼KB呢 它是等於Magnetization Cross Univactor N Univactor 那麼 我們知道這個就 我們可以畫在這裡 畫在這個邊邊 比如說我這裡畫一個這樣子的 好 Magnetization 朝這一邊 它的N是朝 我們用別的顏色好了 用別的顏色 Normal Normal Direction 在這一邊 M 那還是5的方向 所以它的Curl B 所以它的Curl B KB 朝這個方向 這是Phi的方向 它是等於M Phi的方向 好 因為它有表面電流密度 我們就可以 所以 所以 它現在呢 有等效的 表面電流 表面電流 所以這個圓盤 在 等效 表面電流 等效 我們有時候用 Surface Current 或者是IB 也可以 那麼 我們用這個 Surface Curr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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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於 KB乘T KB是 單位長度 有多少電流 這個 這個地方 每一公尺 有多少電流 那現在總共的寬度是T 就是這個 就是KBT 那麼它就等於MT MT 好 那麼 因為這個 表面有這麼一個電流 IS 我們假設 指圓盤 為 薄的圓盤 為薄圓盤 薄圓盤 就好像 我們有一個線圈 像這個樣子的 好像一個線圈 是這個樣子的 很薄很薄嘛 我們就當作是一個線圈嘛 這樣子的 IS S OK 當作是這樣的 很薄的 好像一個線圈一樣 那麼 中心 在這個盤心的磁場 磁場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圓形的線圈在當中產生的磁場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它的磁場不就是 就是這個方向嗎 這個方向 從這裡出去了 這樣子 OK 這就是 B 場 這個正好是Z 軸 正好是Z 軸 所以呢 它的B 場 我們就可以用 一個圓形的線圈 產生的磁場 在中心的磁場 它就等於 兩倍的半徑 這個半徑是 我假設多少 是 R R 2R 分之 μ0 IS 等於這個 方向是Z的方向 那 我們現在把 IS 代進去 IS 我們把Z寫在前面 好了 2R μ0 IS等於KT 等於KT 就是MT 好 我們把Z 跟M 合併寫成 Magnetization 的 向量 從這裡我們知道 B 場跟M 場同方向 B 場跟M 場同方向 與M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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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我們再看 H H 呢 是等於 等於 Mu0分之 B 減掉 Magnetization H H H 這個 這是 盤心 盤心的磁場 盤心的磁場 好 磁場沒有問題 磁場 問題在H H 你如果在盤內 這個M不是0 在盤外這個M是0 所以我們就分做這個盤內 盤內 盤內的話呢 M是等於這個 這個 那麼我們把這個 H 場 用這個值帶進去 它就等於 Mu0 B B 場是這個 我們把它全部都寫上來 2R Mu0 M T Magnetization 減掉 Magnetization 我們可以把這個M 提出來 M提出來 這邊是M 好 裡頭呢 就是2R Mu0已經消掉了 這個Mu0沒有了 Mu0分子B Mu0 Mu0分子B Mu0消掉了 Mu0分子B 2R分子T-1 Magnetization 好 那現在我們 剛剛是假設是什麼假設 我們那裡啊 Magne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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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r分之t-1, 麻麻糊糊地看成-1 所以,h就等於-1 所以,在盤心,h跟m方向相反 所以,我們說,在盤心 盤內,就是在盤內喔 盤內,b場與h場同方向 方向相反 方向相反 好,再來,我們就看這個盤外 盤外一點,就是我們剛剛看的正好是在裡頭這一點 現在我們看這個外面 盤的外面 也不是很外面,就是外側 這個面的外面 外側,因為是空氣 空氣的話呢 magnetization 等於0,所以它的h,是等於mulinb場 mulinb場 這個是0,所以它就是mulinb 那我們把這個b場的值帶進去 b場的值帶進去 它就是等於2r分之t乘上 在外面 在外面呢 h呢 h跟這個magnetization 同方向 同方向 b場 不管是內外 都是跟m同方向 所以 外側 外側 就是這個圓盤的外側 h場 與b場 方向相同 在裡面的方向相反 那我們把它的 立線 畫出來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把它 分開來畫 比較 比較好畫一點 我們把它分開來畫 比如說這個是圓盤 我們一個投影圖 投影圖 這個 到這裡 到這裡 這個是r 我這畫得太厚了 這是它的thickness 它的 雌化強度 我們用 我們用 雌化強度 用一個別的顏色 好了 雌化強度 我換一個顏色 雌化強度這樣 雌化強度 這個 這個是 這個 是magnetization 朝這個 然後呢 這個 這個碟子 這個圓盤呢 這個圓盤呢 因為雌化的關係 我們就當作它有表面電流 Magnetization 表面電流 朝這裡 朝這裡 那就相當於 這個地方 電流呢 是出來的 電流出來的 這個地方進去的 這是is is 所以它會產生b場 就跟線圈的b場一樣 我們b場用這個 這是封閉的 我沒有畫全部 我記得我可以畫一個在這個旁邊 畫一個好了 b場 這個是表面電流 這個是b場的立線 b場的立線 現在我們畫h場 h場 它在裡頭呢 跟magnetization 是同方向 裡頭我們可以畫這樣子 這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magnetization 方向相反 方向相反 外頭呢 跟magnetization的方向相同 所以這個地方是這樣子的 這個地方是這樣子的 這個可以繞回來了 這個 這個 這是h場 好,就好像在這個地方 磁力線 磁力線是向裡頭收斂的 這個地方磁力線是向外發散的 因此 因此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東西看成是 什麼 這裡有磁鶴 magnetic charge 這邊表面也堆了magnetic charge 這是N極 這個是S極 我們可以把這個 當作一個N極一個S極 那這個是圓盤 外側 這個 我們畫這個地方的h 是等於 mu0b 外面沒有magnetization 這個要把它弄懂 要把它弄懂 ok 好,我們今天先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次就看 我們下次見